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而 这么优良的稻种 却一度濒临消失 近几年 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 小栈稻品种得以恢复 大型农业种植企业在这里开辟两万多亩水田 相当于一千八百六十七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的面积 来种植天津小栈道 眼下正是插秧的季节 农场却面临着人手紧缺的难题 第一个 招工很困难 确实 这不是说咱们钱不够 钱够的情况下 比方是见年轻人八年后 茶阳工作也是比较辛苦 比较脏 比较累的活 所以说 让他们干活 你不是钱的问题 有时候确实招工很辛苦 很困难 人工茶阳十分辛苦 费时费力 近几年 农场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人 茶阳机虽然能够达到快速茶阳的目的 可熟练的机械能手也很难找 现实的困境激发了创新的动力 科研人员研发出了无人驾驶自动茶阳机 工程师们经过数月的反复调试 无人驾驶自动茶阳机改装完成 今天 工程师们要做一个测试 一边是有驾驶员的茶阳机 另一边是无人驾驶的茶阳机 在同一规格的水田中 无人驾驶茶阳机能达到跟驾驶员操作的茶阳机 同样的效果慢 工人们迅速地把两架茶阳机的央盘铺满央苗 停在水田的一边 等待比赛 比赛开始 两架茶阳机 有条不稳地向前行进 有人驾驶的茶阳机上 前面的驾驶员掌握方向 后面有一位助手补充秧苗 伴随着巨大的车轮碾过水田 六支插秧针就会带着一粗粗秧苗 有序地扎进水田里 无人驾驶茶阳机 没有驾驶员和助手 方向盘自己在左右扭动 正在有条不稳地匀速向前 这究竟是谁在操作呢 原来不远处的田梗上 控制人员手中拿着一个大型的遥控器 在这上面已经提前规划好 插秧机行进的路线 无人驾驶插秧机 如同机器人一样 乖乖执行主人的操作 两架机器走完一个单程 无人驾驶茶阳机明显领先一节 折返回来的时候 无人驾驶茶阳机 仍旧按照设定的速度前进 有人驾驶茶阳机 加快了速度 最终 无人驾驶茶阳机 险胜有人驾驶茶阳机 看来 无人驾驶茶阳机的工作效率 跟有人驾驶茶阳机相差无几 那么他们各自插秧的成果又如何呢 我们看到 两边的秧苗都很均匀 几乎没有漏差的情况 然而 无人驾驶茶阳机的秧苗更加笔直 相比之下 有人驾驶茶阳机的秧苗 就有些歪歪扭扭 很快 通过了测试的无人驾驶茶阳机 也加入茶阳赶工的热潮当中 人工茶阳 首富茶阳机 有人驾驶茶阳机 以及无人驾驶茶阳机 多种形式共同作业 在短时间内完成两万亩的茶阳任务 他们满怀信心 现代化的农业种植远不止茶阳一向创新 施肥中的学问更大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像传统老百姓 或者这个一般的种植物来讲的话 或者农民 它一般会吃三只肥 在这个水道分裂之前 一个叫底肥 一个叫苍三到五天以后就反清肥 还有一个叫分裂肥 分裂是河本科植物的一大特征 它从筋杆根部发生分支 小麦水道都需要分裂 分裂越多抽碎越多 结的紫食也越多 为了让水道长势良好 农民在茶阳到分裂之间 要进行先后三次施肥 传统施肥 主要靠人工抛洒 费时费力 效率不高 如今 现代化种植早已摒弃了 人工洒肥 改为农机洒肥 和无人机施肥 大大节省人力 效率也更高 然而三次施肥 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水道施肥过量 不仅增加耕种成本 还会使土壤中 蛋鳞甲含量增高 流入周围的水体 造成水体负营氧化 破坏水体环境 而且 很多研究水道的专家发现 稻米蛋白质含量越高 品质越不好 口感也越差 这肥料的多湿啊 作物本身也不喜欢 比方说 你作物这个湿太多了 你营养身上太旺盛 祸气容易倒 并不是说肥越多湿越好 施肥不当 适得其反 那能不能减少施肥 将三次施肥 改成一次呢 可和苗的每个阶段 需要的营养都不一样 三次使用的肥料也不一样 如果减少是非次数 水道很可能得不到充分的营养 此时 国外已有三种肥料 合而为一的化肥 但是价格昂贵 于是科研团队决定 自己研发 过来进口的话 大概一亩地的肥料成本 应该在200块钱左右 所以说呢 当时我们把这个肥料 已经国产化 通过这样的这个 肥料的工艺改进呢 和这个技术研究呢 现在我们的肥料成本 大概也就在123亩地 就能实现了 所以说降了 大概是33% 三肥合一的专用肥 叫做侧生施专用肥 就把这三种肥 合为一种 就是说我通过肥料的这个改进呢 通过这种施肥技术的 这种应用啊 我可以把这个底肥 反性肥和分裂肥 一次性呢 食入突然当中 后面就不用施肥了 这样的话又省空又省事 效果还好 这种浅蓝色的小球 是三肥合一的专用肥 它的表面是聚氨脂包膜 看上去比普通氮肥光滑 它能够让肥料缓慢释放 释放时间持续长达120天 这种专用肥 是如何做到一次施肥 却能在不同阶段 分别给农作物营养的呢 科研人员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分别将三合一专用肥 和普通尿素 倒进两个容器中 加水稀释 看它们会有什么变化 白色的小球是普通尿素 很快就分解了 而三合一专用肥的释放速度缓慢 几乎看不到变化 两个小时以后 普通尿素已经完全溶解在水中 它就更类似于我们 就是吃的缓室胶囊 能够持续地释放药量 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尿素 它的营养释放周期呢 大概也就是28天 一个月左右 但是像这种菌胺脂包膜之后的 这种缓室尿素 它的营养释放周期 能够持续到120天 也就是说我们从插腰 到我们收获 我们使用这样的一次尿素 每天负责100至120块钱 你都得要不断地去走 所以说五百目的 不是说你走一遍就可以了 你可能也好走两三遍 你才能知道买块钱 正好随身合适了 赶紧把门关了 而现在水田中空无一人 他们是怎么实现自动灌溉的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水田管理已经实现了无人灌溉 水田中有水位传感器 它可以把水位信息上传到网络 管理人员不用夏天巡查 通过手机上的应用程序 远程控制水位阀门的开关 40个人的工作 只需要8个人就能轻松完成 大比方说我这个缝点器 我就定水深大概五公分 那我就在地理里面 插上我们的水游全感器 每天它的水 比如说到了五公分 它就自动地把块板打开 就排了 比如说水少于五公分 我就自动补水了 之后 就像冲写人看一样 这就是我把均匀 绕卖了 是 这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里就是智慧种植的大脑 工程师利用卫星探测来绘制摇杆图 每隔12小时就能够计算出5000万亩的摇杆图 获得农作物生长状况的详细信息 不仅仅是在这个种植农场 全国4000万亩农田的种植者 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那么智慧平台是如何为农户提供具体服务的呢 我们以施肥为例 来看看这个中控智慧大脑 如何指挥无人机施肥 肥料是农作物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 然而过量施肥 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水到品质下降 水环境恶化等诸多影响 因此如何掐到好处的使用肥料 又使农作物长势良好 使工程师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如今这个依托大数据的制农平台 就能够做到根据需要科学施肥 这个系统究竟好用不好用 使用者能够轻松掌握吗 创新健行时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